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落叶归根 外面再好 也没有自己家好 王大爷今年六十八岁 他准备拿六十万回农村老家盖房 却遭到了儿子的强烈反对 父子俩大吵一架 最后王大爷是如愿以偿了 可房子盖好后 儿子也跟他断了关系 刚开始大爷还不以为然 半年后肠子毁清 请听王大爷的字述 一个人无论在哪里 只要听见一次清晨的鸡鸣 嗅到一丝田野芬芳 总会不自觉地想起农村 想起那温馨又自在的生活 我已经六十八岁了 却还不能落叶归根 每天跟儿子住在城市的鸽子笼里 透过窗户看日出日落 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又一次发病住院后 我握着儿子的手 跟他说想回农村老家 儿子含着泪答应了 后面我也如愿以偿地回去了 看了看小时候的风景 也见了熟悉的人 可我并没有多么开心 反而有些悲伤 我想在农村长住 把最后的时间留给自己的家乡 于是拿出了六十万 想让儿子帮我在老家建个小别墅 可儿子却连连摆手 爸 你身体不好 城里离医院近 要是回了农村 出点是怎么办 堂弟知道了这件事 笑嘻嘻地给我打电话说 你儿子有心眼啊 他是怕你花钱 这六十万不是个小数目 你要是花了就没了 不花钱 可就归他了 亲戚的话 让我恍然大悟 也不再动摇 当即跟儿子大吵一架 拖着颤颤巍巍的病区回了老家 说啥也要把别墅建起来 儿子担忧我的安危 那几天还是经常打电话来问候 偶尔也会开车回来看看 给我买些东西 或者送些钱 当然主要还是劝 爸 您想养老 我在县城里给您买房 别在农村自建了 还花六十万 不值啊 那时的我 完全陷入了偏执 儿子越劝 我越觉得他居心不良 在亲戚朋友的帮助下 我的别墅终于还是建起来了 后期装修再买家具家电 六十万一分都不剩 全都砸进去了 当时我还闷闷 这钱怎么花得跟流水似的 可看着新建好的别墅 觉得一切都值得 后来 我搬进了别墅里 过上了梦寐以求的生活 每天早上能听见鸡鸣 没事可以去外面秀一秀田野的芬芳 村里人也很和善 时不时地来跟我聊天 可我这心里却很忐忑 总觉得缺了点什么 某天 我刚睡醒 只觉得口干舌燥 随口喊了句 儿子帮我倒杯水 可忽然反应过来 现在不是在儿子家 而是在自己的别墅里 哪里有人给我倒水喝 我也一下子明白了 这里什么都好 却缺了亲人的温情 我也试着给儿子打电话 可他总是敷衍堂塞 到最后干脆挑明怒骂 爸 你太过分了 我这么劝 都拦不住你在农村建房 以后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 别来找我了 说爸 直接挂断电话 我很伤心 给堂弟打电话倾诉 他安慰道 你自己心里也清楚 花钱太多 儿子肯定不开心 往后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了 我叹口气 无奈地接受了现实 随着时间的推移 搬回老家的新鲜感慢慢退去 很多问题开始显现 比如 这里距离阵子太远 想下个馆子或者买点东西 都很不方便 另外我睡眠很浅 早上的鸡窖此起彼伏 吵得我睡不好 本来我的身体就不好 走路亮亮呛呛的 村里的道路又坑坑洼洼 从前我所期待的 向往的 如今都成了我的困扰 再加上儿子跟我断了关系 我真觉得生活无望 住了有半年多时间 某天下午我忽然感觉头晕目眩 下意识地拿起手机给儿子打电话求救 忽然想到这是农村 儿子就算赶回来了 把我送到城里的医院也需要时间 这还来得及吗 我没法子 电话拨了出去 儿子当即给邻居打电话 让他给我送到镇里的医院 大概过了一个半小时 儿子也赶到了镇上的医院 此时我已神志不清了 只知道再次苏醒 自己已躺在城里医院干净整洁的病床上面 那时儿子正扶在病床边睡觉 我轻轻地摸了摸他的头发 感觉油得很 似乎许久没洗头了 儿子眯着眼睛坐起来 见我苏醒 笑着说 爸 你没事了 就是这一笑 让我们父子间的隔阂 烟消云散 再一次和好如初 出院后 我又住进了儿子家里 儿媳给我做了丰盛的饭菜 孙子扑到我怀里 经历过农村老家的生活 再一次回到这里 我感到身心俱安 更惊喜的是 儿子居然给我转了五千块钱来 爸 您刚盖好房子 是不是没钱了 别省着钱 该花就花 瞧儿子这样 我感动地说 哎呀 人家都说 你是怕花钱 才不让我盖别墅 这么一看 也不是呀 儿子叹口气说 您花六十万在农村建房 住的时候自然很好 可是不住了呢 想卖都卖不出 还不如拿这个钱 在城里买房 至少保值 还有就是农村生活不方便 您生病了 不能第一时间去医院 这都是问题 我摇头苦笑 知道自己错怪了儿子 也觉得太冲动了 花六十万在农村建别墅 现在砸手里了 可长子毁清也没用 事情已成定居 此时此刻 我隐约有些怨恨堂弟 他怎么挑拨离间呢 但没几天 堂弟竟给我打电话了哭诉 女婿为了钱 居然敢打我 这钱我要全捐出去 一分都不留给他们 我无可奈何地说 人家不一定为了钱 你怎么整天往这上面想 堂弟不听劝 依旧大骂女婿 我算是明白了 这过日子 就像小马过河 松鼠说河水深 青牛说河水浅 到底深浅 还得小马自己试一试 谁说的都不算数 下面请听另一则故事 相恋七年 结婚三年的老公出轨了 我哭着回家说要离婚 我爸却说 男人有钱逢场作戏是正常的 你别犯蠢 我整个人呆傻在原地 我以为他会心疼我 会为我出头 甚至怕他被气到 我没敢说 小三已经怀孕了 可我没想到 他竟然让我别犯蠢 做错事的 难道不是我老公张豪吗 爸 你说什么 他恨铁不成钢地继续教育道 张豪年纪轻轻 年薪百万 工资卡也上交给你 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可是 可是他出轨呀 那你就不能假装不知道 男人图一时新鲜 聪明的女人 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你倒好 尚赶着离婚 把既有骨让出去 况且离婚对你有什么好处 说出去不丢人吗 你都快三十岁了 离了婚你 还能嫁给什么人 我看着他 感觉如坠冰枯 被张豪背叛的心痛 都不如此刻来得痛 难怪我跟张豪 吵着要离婚的时候 他满脸的无所谓 还料话说 我爸是不可能 同意我离婚的 原来他早就知道 我爸不会站在我这边 最后 我爸不耐烦地 冲我挥挥手道 张豪快下班了 你早点回去做饭 好好缓和下关系 记住脑子放聪明点 我没再说话 心一点点 被坚硬的石头包裹起来 是啊 爸爸 我是该聪明点 我有三千万的事情 我得藏好了 回去的路上 我没有再哭 因为没有伞的人 不应该哭 反正哭了 也不会有人心疼 十五岁那年 妈妈因病去世 从此爱我的人 便少了一个 二十五岁那年 爸爸找了个阿姨 做女朋友 从此爱我的人 少了半个 二十八岁的今天 我老公出轨 我爸爸 让我不要计较 所以 爱我的人 还剩几个 闺蜜静闻 一直说我幼稚 问我什么时候 才能真正长大 这一瞬 我觉得我彻底长大了 只是我没想到的是 原来成长的代价 是这么痛的 但好在老天 带我不薄 让我找回了 比特币账户的 账号密码 如今里面 静静躺着三千万 没有了亲情和爱情 没关系 至少我还有钱 一脚油门 我往闺蜜的 律师事务所开去 闺蜜听完我 要离婚的来龙去脉 深深叹了口气 好在你脑子 总算聪明了一回 没把三千万的事情 说出去 我苦笑了一下 可能傻人有傻福吧 我被张豪气得 忘了这件事 接下来 你想怎么做 你是要人 还是要钱 我已经不是 以前的恋爱脑了 一次不忠 百次不用 一个出轨的男人 我要来做什么 我肯定要钱 闺蜜露出一丝 欣慰的神情 好 不着急 你先跟我说下 你们的财务情况 我们现在住的那套房子 是我动了我妈妈 偷偷留给我的 三百万买的 我不能便宜她 其他的车子和存款 都无所谓 反正我也不缺钱 想想当初 真的是后悔不已 其实 最初张豪跟我表白 我是拒绝的 可是豪女怕蝉狼 她每天早问候晚问候 特殊的日子 给我煮红糖水 因为我朋友圈 说蝉无锡小笼包了 她来回开车几个小时 给我去无锡买了 送到我家楼下 她上进 自律 工作认真 对我好 渐渐的 我便被感动了 等谈了两年 我提起结婚的事情的时候 我才知道她父母 为了供她读书 借了很多钱 虽然当时年收入 有二三十万 但是几乎没有存款 每年都要还债 她说她不是不想娶我 她是不舍得委屈我裸婚 我表示裸婚也没关系 我是图他人 又不是图别的 她却坚持要我等她奋斗出一个未来 我感动得不行 又给她贴上了 负责任 有担当 诚实的光环标签 就这样 又谈了五年的恋爱 终于等到她年薪百万 可是魔都的房价节节攀升 她手里好不容易存的五十万 这个时候 却连首付都不够 她哭着要跟我分手 说她对不起我 说她不想让我跟着她 连个安稳的住所都没有 因此宁可放我自由 我觉得她爱惨了我 于是跟她坦白我妈妈 有留给我一笔钱 这笔钱刚好到期 可以用来买房 她说已经委屈我付了首付 贷款她没脸 让我承担 所以到时候她来做主待人 我又感动得不行 当然也怕我爸知道 我妈妈瞒着她 留给我这笔钱 于是便骗所有人说 这三百万首付款 是她拿的 我压根没想过 这笔钱是我的婚前财产 我完全可以自己独立买个两居室 根本不用她来做主待人 当时首付三百万 贷款三百万 买了套六百万的房子 三年过去 这套房子 如今市值一千二百万 虽然她口口声声说着 主待人是她 却因为我是老实编制 公积金交得多 所以这三年里 房贷主要是用我的公积金 冲底的 如今抽丝剥茧 我才发现 我是多么的愚蠢 但好在 我清醒的不算晚 跟闺蜜说完家里的财务情况后 闺蜜点点头松了口气 按照你说的 都可以通过银行流水作为证据 所以房子你不用担心 它分不走什么 但是你得确定 目前这套房子 没有其他二次抵押 不然债权方如果有多个的话 就比较麻烦了 肯定没有 等等 我突然眼皮一跳 三个月前 张豪让我签过银行的一份协议书 他说是他打算提前还贷 我没怎么看就签了 现在想起来 他哪里会这么好心 这份协议一定有问题 你怎么能这么糊涂 闺蜜恨铁不成钢 可看我慌乱 他又不忍心继续说我 最后他咬咬牙道 你放心 就算他二次抵押了 不管阴谋阳谋 我都一定替你把房子弄回来 不然我这事务所也别开了 在闺蜜的筹谋下 我整理好情绪后回了家 车子开到小区门口过炸机的时候 却无意间看到了我爸的女朋友刘姨 她怎么会来我们小区 我心中不由觉得怪异 说起这个刘姨 是我爸在菜场买菜的时候认识的 她比我爸小五岁 二十几年前来的魔都 老公出车祸死了 就一直带着女儿过日子 她女儿比我小五岁 护理专科毕业后 便进了医院做护士 在我家和在她医院见过几次 是个那项温柔的漂亮小姑娘 刘姨跟我爸在一起三年 钱的方面是我爸给多少 她用多少 从不计较钱多钱少 也从没提过要领证 或者在房子上加名字的事情 反倒是我爸前阵子提过 要不要领证 她已一把年纪了不着急为由拒绝了 看起来十分安分守己 而她女儿也一样 就算我提过让她住家里 她也还是坚持自己在外面租房子 所以我对她们印象一直不错 逢年过节也会尽一份心意 给她们买点东西 给点购物卡 但刘姨突然出现在 我和张豪住的小区 就令我忍不住多想起来 我知道小三怀孕 是在张豪的公文包里发现了 B超单 虽然B超单上名字是吴薇薇 不是刘姨女儿的名字 但刚巧 这个吴薇薇今年也是23岁 回到家后 屋子里还是早上刚吵过假后的一片狼藉 张豪不在 行李箱也不见了 看样子 短时间内是不会回来了 我深深呼了口气 依照闺蜜所言 找出了银行协议 果然是经营贷的抵押合同 房子抵押了500万 分15年还清 连本贷息 每个月还款5万多 刚好是他每个月到手的工资 如此一来 他不但把自己婚后所得全部责清 就算到时候 我主张卖房息产 还掉银行贷款后 房款也只剩六七百万 一人一半 我能拿到的 也就是我妈妈给我的300万 空手套白狼 他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 但我低估了人渣的不要脸程度 他其实连这300万 也没打算还给我 我咬着牙匠协议拍给了闺蜜 然后开始继续翻找证据 但搜遍全屋 也没能找到任何东西 这份已经生效的抵押协议 和其他的家庭保险合同 估计也是他觉得我改变不了什么 才留下来的 我恨不得狠狠扇自己两巴掌 我为什么就这么沉不住气 他跟小三的微信 聊天记录我没及时拍下来 B超单也被他撕掉了 如今要证明他婚内出轨 转移家庭财产 难于登天 鬼使神差的 我又想到了刘姨 还有她的女儿周璐 那个小三会不会是周璐 我把我的怀疑说给了闺蜜 闺蜜消息回得很快 收到 我找人跟踪她 而与此同时 我也沉下心来按计划 开始我的离婚战争 张豪这人的性格 如今我是彻底看透了 典型的精致利己主义者 骨子里有着凤凰男的 自卑和自傲 所以他想要我的钱 但是他不会直接说 他会以退为进 然后做出他才是 那个付出者的姿态 博取所有人的好评 这种人自然也有软肋 他的软肋 就是他看中自己的名声和成功 这也是为什么 哪怕他都已经成功转移了财产 却依然不肯离婚的原因 因为他无法接受被离婚这个事实 所以如果我想把房子保住 要么我拿到足够的证据证明 他婚内出轨 以及恶意骗取 我签署了抵押协议 要么我要让他觉得 离婚的好处大过 不离婚太多 让他迫不及待地 求着跟我协议离婚 一周后 闺蜜给我打来了电话 好消息是陷阱挖好了 可以开局了 我 那就是还有坏消息 是什么 闺蜜 坏消息是你怀疑错了 周禄没怀孕 我的人翻了他的生活垃圾 这两天刚来大姨妈 而且这姑娘两点一线 家里也偷摸检查过了 没有男朋友的迹象 我虽然失落 却也松了口气 离婚已经够让我焦头烂额的了 如果小三是周禄 那我真的不知道 我爸到时候会做什么反应 我不想我跟我爸薄弱的妇女情 再受到什么考验或打击 正打算发消息给张豪 假意示弱求和 却没想到接到了我爸的电话 他说就在我家楼下 要找我谈谈 我爸以前也偶尔来我家找我 一般是送点吃的喝的 这次来找我谈谈 我原本也没多想 他好面子 担心我离婚 想来问问情况 我也是能理解的 不管他是否让我伤心失望 可毕竟是我爸爸 我也不可能 因此就恨他 他在沙发上坐定后 看着冷冷清清的屋子 叹了口气 你跟张豪还是没和好 我点点头 他这几天都没回来 你啊你 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 眼看着他又要指责我 我连忙打断他 爸 你要找我谈什么 如果是劝我不要离婚的话 那你别说了 我自由考虑 我是你爸 我还能害你不成 让你别离婚 是为你好 他一说这个 我终究是压不住情绪 忍不住气氛反驳 为我好 你的女婿出轨 你让我忍气吞声 叫为我好 别人的爸爸 别说女婿出轨了 哪怕女婿对女儿凶那么几句 都恨不得要去教训女婿 你呢 女婿外面有小三 还怀孕两个多月了 你让我忍 你是我爸吗 我爸一巴掌 重重拍向桌面 你要是能生 张豪 他能为了生孩子 去外面找人吗 神 什么意思 我的脑子像是有什么东西 轰然炸开一般 你的意思是 你早知道张豪外面有人 我爸摸了摸鼻子 似乎也知道自己说漏了嘴 难得地露出一丝心虚的神情 但很快 他又一副他站里的模样 用教训的口吻说道 画到这份上 我也索性跟你打开天窗说亮话 张豪出轨这件事 归根结底错在你 你不孕不育这件事 为什么瞒着所有人 你一直不想生孩子 到底是因为不喜欢 还是因为你自己生不了 我不有气质 只觉得荒诞又可笑 我跟张豪结婚半年 还没怀孕 便去做了检查 男人普遍自信 他觉得他自己不可能有问题 没等结果 出来就回公司开会去了 结果出来 我没问题 但是张豪却是弱经症 并且医生原话是 这跟无经症也几乎差不了多少了 就这么几条有活力的 能自然怀上都属于医学奇迹了 要么先吃点药 看看能不能改善 不然连坐试管都够强 我知道张豪要面子 怕他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所以就跟他说 基本都正常 问题不大 暗地里偷偷把他的维生素 换成了生经的药 但也不知道有没有用 原本想着找个合适的时间 在不伤他自尊心的情况下 将事实说出来 在这之前 便天真的假装我不喜欢孩子 养孩子有诸多麻烦事等理由 试图让他觉得 没孩子也无所谓 而我爸这边 我也怕他说出什么 让张豪难堪的话 所以当我爸问起 孩子的事情的时候 我都说 可能自己有点公寒 需要再调理调理 可没想到 他们竟然认为 是我不孕不育 我爸见我沉默不说话 越发觉得自己有道理 开始滔滔不觉起来 一个女人 生孩子是天经地义的 不然男人娶你做什么 张豪已经不错了 知道你不孕不育 也没想着要跟你离婚 还让我也不要来问你 怕伤你自尊心 但他也三十岁了 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他外面找代孕这件事 我是知道的 他承诺过我 到时候孩子生出来 你愿意呢 就你来养 你要不愿意 就养在外面 也不影响 你们夫妻的感情 所以你也别再闹离婚了 饶是我觉得 我做好了一切准备 也实在没想到 我老公出轨 我爸竟然 从头至尾都知情 我只觉得 呼吸都困难起来 我很想质问我爸 你们男人是家里 都有皇位要继承吗 不生孩子 就都是女人的错吗 但伴随着胸口的顿痛 我没有替自己解释半句 最终一字一句说道 爸 你说得对 之前是我不懂事 我爸冷哼一声 知道就好 以后成熟点 别总让我一大把年纪了 还替你操心 我咬着唇 只觉得口中一片心甜 谢谢爸爸 那个代孕的女人是谁 我想给她送点补品 我爸狐疑地看着我 拒绝道 这你就不用管了 我就是有点担心 他们会不会日久生情 想去看看 我是男人 我了解张豪 那女人是个中专学历的乡下人 没你漂亮 没你能干 更没你的体面工作 张豪是绝不可能 跟你离婚娶她的 没我漂亮能干 原来我爸早就见过 那个小三了 真可笑啊 在我爸和张豪的眼里 我的价值不是我爱他们 而是我漂亮能干工作好 送走我爸之后 我彻底冷静下来 看来摄像头 也得给我爸的房子里装一套 许是我爸跟张豪通了气 当天晚上 张豪就拎着行李箱回来了 几日不见 我只觉得他像个陌生人一般 从未真正认识过 为了让他觉得 我是真的舍不得他 再见到他的一瞬间 我便低头啜泣起来 他果然放下行李 坐到我一旁 拥着我道歉 老婆 爸跟我说了 说你原谅我了 我保证 只要孩子生出来 我就给那个女人一笔钱 让他滚得远远的 我心里自始至终都只爱你一个人 我只是想要一个自己的孩子 你别哭了好吗 听到这些话 我心里忍不住冷笑 自己的孩子 如今想想 也未必是他的 见我不说话 他强忍着耐心继续道 对不起老婆 是我不好 是我不对 你别哭了好吗 你哭得我心都碎了 真恶心啊 他是怎么做到 一边转移财产 一边又假惺惺地 跟我说这些甜言蜜语的 可惜 我早就不是以前的那个傻白甜了 演戏而已 谁又比谁差呢 于是我掏出抵押合同 哭得梨花待雨 所以你是拿我们的房子 带了五百万给那个女人吗 你不是说这是提前还贷的合同吗 为什么是抵押合同 这个合同 我不能装作没看到 但我也知道 问了也白问 他肯定准备好了一套完美的说辞 果不其然 张豪淡定地解释道 哦 这个你就不懂了 我们当时的房贷利率 不是百分之五吗 这个经营贷财百分之三 我用经营贷贷出五百万来 到时候找个金融机构过个桥 再用来提前还房贷 可以省上百万利息呢 老婆乖 我辛苦赚钱也好 投资理财也好 都是为了这个家 都是为了让你过好日子 老公 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真的 你不理我的这几天里 我连工作都没心思 你放心 只要你不离婚 我以后什么都听你的 听我的 啊 才有鬼了 但既然你都开口了 我又岂会让你白装这个好人 我继续哭着道 老公 那你可以原谅我一件事吗 什么事 你说 你的工资卡 不是在我这里吗 是啊 靠老婆贤惠持家 里面不是攒了一百万吗 嗯 这两天我太难过了 特别想挽回你的心 就在网上找了小三劝退师 结果他们是骗子 这一百万都被他们骗光了 老公 怎么办 你会不会恨死我了 我捂着脸 哭得生死力竭 可无感还是敏锐地感觉到了 有那么一瞬 他似乎想打我 但他忍住了 看他吃别 我终于感受到了一丝久违的舒爽 张豪啊张豪 我要你吞了我的 加倍给我吐出来 见他憋气憋得差不多了 我连忙又到 不过老公 我已经报过案了 警察说能追回来的概率 还是很大的 之前也有过类似的案子 说用了半年追回来的 老公 我也是没办法才去找的那个小三劝退师 对不起 老公 听到有很大概率能追回来前 张豪憋轻的脸色 总算是缓和了一些 你向来谨慎 怎么会一下子就把一百万都赚了出去 我当然知道 他不会轻易相信 我会被人骗 可惜全套的证据 我都已经跟闺蜜联合起来准备好了 他境内境外的法律业务都有涉及 找几个国外的电话和银行账号 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从聊天记录 到转账记录 到报案受理单 全部都伪装好了 他翻看着这些材料 看得眉头紧皱 为了让他打消跟警方联系的心思 我又补充道 老公 警察那边要不要让他们联系你 他们说 如果你方便的话 工作日到你公司去了解点情况 他如今正是事业上升期 有望升职销售总监 而他的顶头上司 是个极其重视员工家庭氛围的老外 所以他绝对不想让他老板知道 他挑的老婆是个会被诈骗的蠢材 果不其然 张豪拒绝道 我也不知道具体情况 警察找我也没用 既然报警了 就等警方处理吧 不过 不过什么 老公 以后工资卡 还是我来管吧 嗯嗯 以后我的工资卡 也给老公管 我除了会存钱 也不会理财什么的 现在还被骗了这么多钱 我真的内疚死了 以后家里的钱 还是你来管比较好 听到我愿意上交工资卡 张豪不再怀疑 那一百万的真实去向 毕竟在他心里 我一直是个单纯好骗的傻白甜 可惜 我一个中学老师的 工资卡每个月 才到手多少钱 这不过是给他下的 另一个套罢了 因为没了工资卡 我理所当然地问他 要了他的信用卡 应付日常开销 不到一周的时间 就把他这张 额度十万的信用卡 直接刷爆了 他气急败坏地 给我打电话 一通数了 长晚 你怎么回事 信用卡不到一周 就刷了我十万 难怪我年薪百万 你三年才给我攒了一百万 原来都是给你败光了 真是可笑 说得好听是年薪百万 个人所得税和社保公积金扣完 每个月到手也就五万多 其中他爸妈那边 每个月打五千块 还要给他每个月 还两万至三万的信用卡 我能三年给他攒下一百万 说到底是因为我所有的工资 和在外面不菲的补课收入 都用来家用了 不然 这一百万都攒不到 但是为了我的计划 我没有回对他 而是柔声道 要不等你回来再说 好 长晚 你今天最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不然我就打电话 叫你爸来 他越是气急败坏 我越是内心开怀 等他到家 刚要劈头盖脸地骂我 就见自我失失然走出来 一个熟悉的身影 令他难以发作 妈 你怎么来了 他妈妈凤幕一瞪道 我怎么不能来 说起我这公婆 公公是个老实人 但婆婆金亚兰 却是个好意勿劳 又虚荣地做惊 当年张豪之所以要还那么多钱 就是因为除了他出国留学的生活费 金亚兰还打着他的名号 借了不少钱 用来偷偷满足自己的虚荣消费 所以张豪对他妈妈一直是表面孝顺 内心防备 结婚三年 他妈妈一直想来跟我们一起住 张豪每次都用我不同意 作为挡箭牌推托 他就是怕他妈妈知道他的真实收入 然后跟他提越来越高的物质要求 我呢 因为爱他 也爱我们这个小家 便甘心配合 大到他家的宗族大事人情往来 小到他爸妈的日常问候 什么时候让他做好人 什么时候我来做坏人 滴水不漏 从没让他超过半点心 但以后 我不会再这么懂事能干了 我也要让他感受下 被亲人被刺的感受 于是前天 我假装把要发给张豪的消息 发给了金亚兰 让他无意间得知了 张豪手上如今有五百万的消息 果不其然 他直接一个电话打了过来 追问五百万的事情 我便支支吾吾让他知道了 我们目前的房子值一千二百万 张豪年薪百万的事实 一个自私虚荣 又没脑子的母亲 得知了一只哭穷的儿子 原来如此有钱 他会有什么表现呢 他没辜负我的期待 一下飞机就说自己的衣服上不了台面 怕给我们丢脸 于是去商场买了两万块的衣服 为了让他膨胀 我还特地提前给他新买了五万块的红木床 又买了一万的燕窝 办了两万的美容卡 这十万便是这么花眉的 张豪看着他妈妈 一张脸憋得青了紫 紫了青 半晌才捏着太阳穴 对着金亚兰应挤出三分笑来 妈 你别误会 就是你突然过来 我们也没什么准备 你早告诉我一声 我也好叫 尝碗给你做点好吃的 你先坐会儿 我有个工作上的急事找长晚帮忙 老婆 你跟我来下书房 被张豪拽进书房后 他压低了声音 劈头盖脸道 你怎么回事 我妈来的事情 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 我故作小媳妇模样委屈道 妈让我不告诉你 我也不敢跟她唱反调啊 她那脾气 你又不是不知道 稍不如意 十里八乡都得知道我虐待她 行 我妈的事先不提 那十万块是怎么回事 都给你妈花了呀 她要买衣服 又要红木家具 还要做美容 你不信自己看账单 那你就不知道拦着点 就说没钱了不行 我心里憋着笑 一脸歉意道 我不小心把 要发给你的消息发给了妈 她现在知道 你手里有五百万 我拦不住 你 张豪气得胸口起伏不停 正想骂我 书房门就被金雅兰猛地推开了 她看着张豪 嘲讽道 怎么 嫌我花钱了呗 嫌我不请自来了呗 娶了媳妇 我才是那个外人了呗 这房子我不配住呗 妈 我没这个意思 金雅兰直接开吼 那你是什么意思 你瞒着收入是什么意思 怎么 翅膀硬了 能自己飞了 忘了是谁一把屎一把尿的 把你养大的了 忘了是谁跪着跟村里借钱 供你读书的了 这话从我嫁给张豪开始 就听过不下十遍 张豪但凡有一句辩解 金雅兰就能坐地上 开始打滚哭 所以她只能耐着性子红 妈 我真没买你什么 收入不是得交税吗 还得还房贷 城里人情 往来开销大 每个月真不够花 那也比我们乡下好多了 金雅兰当然不会过多为难自己儿子 看着书房里的精致百见 当即又开心起来 儿子出息妈也沾光 行了 先吃饭吧 逛了一天 我都饿了 吃饭的时候 张豪试探道 妈 你这次过来 打算玩多久 我请几天假陪你到处逛逛吧 金雅兰头也不抬 不知道 再说吧 你忙你的 不用请假 长晚放暑假 闲着也是闲着 有他陪我就行了 看着张豪憋们的样子 我心情大好的吃了两碗米饭 晚上 张豪搂着我 露出了许久不见的温柔模样 他一边替我捏肩 一边诚恳道歉 老婆 今天是我误会你了 对不起 老公跟你认错 给你捏捏 我知道他有事求我 便顺着他的话说道 没事的老公 我知道你在晋升关键期 压力也大 还是老婆你最懂事 你看等咱妈稍微住两天 你能想办法 让他回老家去吗 一切如我预料 我故作为难道 啊 可是以前 我可以用我们工作 都忙为借口 现在我放暑假 这也没什么理由 让他走啊 老婆你情商最高 最聪明了 你想想办法 那要不我陪他去云南 玩几天 这样够他在村里长脸了 我再直接从云南陪他回老家 这个办法好 可是老公 旅游的钱 没事 老公给你 两万够吗 估计不够 万一妈再想买点什么 他玩不好的话 肯定不愿意回老家 行 那我再转你十万 好的老公 他做事便要吻上我的唇 我偏过头 骗他大姨妈来了不方便 他也无所谓地翻身睡去了 等他打呼后 我给闺蜜发了条消息 我这边一切顺利 你那里如何 鱼儿已上钩 金亚兰得知 我要带他去旅游 自然高兴 两天后 我就带着他 坐上了飞往云南的飞机 欲想使其灭亡 必先使其疯狂 张豪啊张豪 我不在的这半个月里 你就好好地疯狂吧 我也不会忘记 给他带一份独特的伴手礼的 我不在的日子里 张豪喜事连连 工作上 他得到了总监岗位的竞聘机会 二选一 他有百分之五十的迎面 生活上 他的怀孕小三乖巧听话 同时又桃花孕爆棚 得到了一个白富美的青睐 白富美邀请她去她的大几千万豪宅供饮 又让她去车库参观 宾利 劳斯莱斯 兰博基尼 一字排开 是她作为一个打工人 难以企及的梦想 白富美带她见识了什么才是真正的纸醉金迷 这些纸醉金迷狠狠击碎了她的骄傲 她以为的成功 在真正的富人面前 什么都不是 白富美向她释放了足够的可得性 她跟张豪说 比起拥有一千块 给她花一百块的男人 她更喜欢那种 明明只有一百块 却给她花九十九块的男人 这让张豪生出了 搏一搏 单车变摩托的心 她不是没有成功过 当年可以搞定我 如今她觉得她也可以搞定白富美 一开始 她车接车送 只给关心 却甚少花钱 白富美言辞犀利地问道 你不会是那种白嫖档吧 于是她开始送包送表 白富美一开心 大手一挥 一辆宾利就丢给了她开 并且带她去酒会结识人脉 在白富美的洗脑下 张豪越发膨胀 听多了几千万几个亿 她已经觉得 几万几千块都不能较钱 为了陪好白富美 她花起钱来毫无节制 工作上也屡屡翘班 两人形影不离 秘里调油 我掐准时机 给她打了好几个电话 让她暴露了已婚的事实 白富美气愤不已 伤心欲绝 张豪为了守住 这即将到手的颇天富贵 张口就骗说 正在跟我协议离婚中 但白富美又岂会如此好骗 她要求 除非转她五百二十万一千三百一十四元表中心 不然就此结束 如果张豪倾尽所有给她 她就信 并且带她回去见父母 所有赌徒都逃不开侥幸心理 也无法接受沉没成本的损失 不到十天的时间 张豪已经在她身上花了几十万了 她舍不得竹篮打水一场空 而白富美的性格她也清楚 是个说一不二的主 此时此刻 容不得她有片刻的犹豫 一旦犹豫 人才两失 豪门梦破碎 张豪便想着 宾利都开上了 以后还缺这几百万吗 于是她咬咬牙 将五二零一三一四 转给了白富美 白富美这才轻哼一声 表示看她接下来的表现 转弯前的她满是虚悍地拥着她 在江景豪宅里 忐忑不已 就在此时 我的夺命电话再次响起 她如惊弓之鸟 但此时已经不需要再当着白富美的面 躲躲闪闪 于是她爽快接起电话 语气不善地冲我撒气 喂 又怎么了 你知不知道我很忙 连陪妈旅游这点事都做不好吗 我随即将伴手礼奉上 可是怎么办 我不找你不行了 你妈非要买镯子 不小心把老板的一个传家宝翡翠镯子碰碎了 现在老板要我们赔 说这镯子要一百万 老公 我们抵押出来的五百万你还在身边吗 要不先拿来应急 贷款咱们少还点算了 怎么会这样 什么镯子要一百万 你们会不会遇到碰瓷敲诈的了 你先报警 老公 我报过警了 人家警察说 不管这事 每年这里都要发生很多这种事 他们就过来调解 老板出具了鉴定证书 警察也没办法 老板的意思是不给钱就不让我们走了 可怎么办呢 老公 这种碰瓷的局在云南这边常见 老板一般也不会狮子大开口 游客也就都选择稀释宁人 自认倒霉了 今天这翡翠店老板是我闺蜜的客户 原本我与他串通这一场 也只是想恶心恶心张豪 没想到金亚兰有魄力 非要看那一百万的镯子 那可是老板正儿八经十万块收来的 便由不得我不好好利用这个机会 让他吐钱 张豪自然接受不了这个损失 语气强硬 开什么国际玩笑 他们说赔多少就多少吗 你把电话给我妈 我还就不信这个邪了 金亚兰是真的被吓蒙了 接过电话只知道号 儿子啊 你舅舅妈妈 舅舅妈妈 你不是有五百万吗 快点舅舅妈妈 妈妈不是故意打碎的呀 妈也是想着替你攒个传家宝啊 他们母子不愧是母子 不管什么时候 都可以找到他们无辜的理由 就在他为了这一百万争执不清的时候 白富美在一旁柔柔说道 不就一百万吗 也犯得这这么生气 没事 钱我转你 你先处理 让你老婆尽快回来离婚 别耽误了下个月见我爸妈的事情 张豪对白富美更加深信不疑 甚至感动得真的生出了几分爱意 可他似乎忘了 这钱原本就是他转给白富美的 如此一来 我付掉镯子的十万 加给老板的感谢费五万 又收回了八十五万 经过这几次 我的管家不利 加上白富美的诱惑太大 张豪终于下定决心 要与我离婚 我回到家 迎接我的是冷着脸的张豪和一份离婚协议 长晚 不到一个月你败了我二百一十万 这日子我是过不下去了 之前你说要离婚 我现在同意了 离婚协议你看下 没什么问题就签字吧 离婚协议的主要条款是关于房子的分割 一千二百万的房子 原本贷款还剩二百七十万左右 二次抵押了五百万 加一起是七百七十万的贷款 贴掉贷款 房子还剩四百三十万净值 他要求跟我一人一半 但鉴于我一个月内败了他二百一十万 需要赔给他 所以最终他支付我五万 离婚后一个月内 我要去配合他完成房子去明手续 他不去做会计可真是浪费天赋了 我问他 那一百万是你妈妈败的 跟我无关 另外 买房首付款三百万是我支付的 二次抵押的五百万你 也没有用于家庭 这些就都不算了吗 张豪李直气壮道 那一百万你也有责任 谁让你没看好我妈的 你是付了首付 但没有我的高流水去贷款 你能买得起现在这套房子吗 至于那五百万 我用于投资失败了 你也是知情并签字的 当然算作夫妻共同债务 我隐忍了一个多月 这一刻终于可以真实地表达出自己的愤怒 张豪 你要脸吗 多说无意 签字离婚 我们好聚好散 你做梦 拖着不离队你有什么好处 女人越老越不值钱 你既生不出孩子 又管不好家 也赚不到什么钱 白白耽误我十年的时间 我没问你要青春损失费 已经是人质易尽了 我怒急返校 张豪 你说得对 反正我已经被你耽误了十年 再跟你多好几年也无所谓 想我签字离婚 除非你净身出户 不然 你想都别想 你爸说的一点没错 你真是冥顽不灵 不可理喻 是吗 难道他没跟你说 我还歇斯底里 牙字必报吗 说着 我就打开了大门 门外早就站着好几个闺蜜 替我安排好的工地民工 我冲他们到 砸吧 把这个屋子里所有的东西 统统给我砸干净 民工抄起榔头 把我这些年布置的家具 家电 花瓶 统统砸了个稀巴烂 张豪惊怒至极 却又根本拦不住 他转身 冲我怒斥道 长晚 你疯了吗 这都是我的钱 我的钱 你的钱 这里哪样东西 不是我买的 没离婚 我就有权利处置 今天我心情不好 就砸房子 明天我心情不好 就砸车子 你疯了 你个疯子 我要去找你爸 找你领导 你去找吧 反正工作我已经辞了 至于我那个爸 他要是再拎不清 我也不打算再要了 宣泄完后 我戴上墨镜 冲他最后通牒 张豪 很多事我不是不知道 我只是念在过去的情分上 装作不知道 那个怀孕的小三吴薇薇 是住在我们小区39号301是吧 你自己外面开了家公司 用来飞单 年收入早就不止百万了吧 我只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你净身出户 那么明天上午 我就跟你去领离婚证 那五百万我认了 不然 你走到哪里 我就雇人跟在你身边 宣传你的不要脸事迹 这辈子 我跟你死磕到底 说完之后 我心中的所有浊气 一扫而空 张豪看着根本不能住人的房子 终于心红着眼点头道 好 明天上午十点 民政局见 呵 穿鞋得果然怕光脚的 对付烂人 还是用无赖的方式最管用 下楼后 闺蜜开着抄袍等在楼底下 她笑咪咪道 恭喜凯旋 开始收网 过去十年里 我聪明的时刻不算多 但有一个明智之举就是 买完房子后 把户口从我爸那边迁了出来 所以 第二天十点 我和张豪 以快准狠的速度 顺利领到了离婚证 张豪穿得无比帅气 开着宾利 来到了民政局 我知道她什么意思 无外乎 就是想让我觉得 是我配不上她 而非她对不起我 拿到离婚证后 我第一时间去了我爸家 清理门户这种事 自然是一气呵成来得爽快 我爸看到我 下意识开始说教 最近多关心关心张豪 他工作压力大 爸 我离婚了 以后她的事与我无关 我爸文言 惊怒不已地指着我的鼻子怒骂 你脑子又有什么毛病 有时候 我真的觉得 张豪是不是才是她的孩子 我没接她的话 直接将一个透明文件袋 放到身前的茶几上 说明了来意 我的事不重要 今天我来 是要跟你说说你的事 我什么事 你还管上我的事了 你先把你离婚的事情 给我交代清楚 我不理她 直接冲厨房里的刘春兰喊 你也过来吧 有些事 还是一起说清楚比较好 刘春兰完全没想到 我会喊她一起 神色紧张地贴着我爸那边站着 我一边从文件袋里拿照片 一边说道 爸 如果你要怪我离婚 那么你最应该怪的是你身边这位刘春兰 他趁你不在 用你的名义把张豪约到家里 然后又安排了他的侄女吴薇薇出现 并勾引张豪 不仅如此 他压根不是什么丧偶 他不肯跟你领结婚证的原因 是因为他已婚 甚至你给他的钱 至少有一半都被他贴给了他老公 爸 他在家里跟他老公 跟他女儿侄女打电话的视频 我截取了一部分 发你手机上了 你可以仔细听听 他都怎么算计我们的 这样没有良知 撒谎成性 挑拨我们妇女关系的女人 我希望你们分手 什么 我爸难以置信地看向刘春兰 刘春兰脸色惨白 但他反应极快 扑通一声 跪在我爸面前 抱着他的腿哭道 老长 老长你听我解释 我不是故意要骗你的 我老公他打我 我实在被他打得受不了了 所以我逃了出来 可是他威胁我 不给钱的话 就要来找你 他那种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我怕他伤害你 所以才给钱的 我真的没有给多少 真的没有给多少 老长你信我 我就是太爱你了 这辈子从来没人对我这么好过 老长 这三年来我对你怎么样 你心里也清楚啊 好一个颠倒黑白的老绿茶 刘春兰 你少胡扯 你跟你老公 轻轻我我的照片 这里可都有 你们一个专门钉 有房有车的单身退休老头 混一个长期饭跳 另一个专门钉已婚的退休老太 然后以仙人跳的方式 敲诈那些退休老太 一至三万元不等 证据都摆在这里了 你省省力气 别再狡辩了 刘春兰却是毫不理会 抱着我爸哭得肝肠寸断 老长 我真的是一心要好好跟你的呀 我一直在跟那个毒鬼说要离婚 他不肯 他要我给足三十万 才肯离婚 放我自由 老长 可是我一个苦命人 哪里有这么多钱呢 我舍不下你 又拖不开那个毒鬼 现在又被你女儿这样误会 我真的不如死了一了百了啊 我不想再看他演戏 原本来跟我爸说这些 也是念着他生我养我的情分 不想他被蒙在鼓里 于是我看向我爸 再次问道 爸 你怎么说 要不要把这个女人赶出去 我爸抬起头 用一种厌恶的眼神 看着我道 够了 不要再说了 你跟你那个死去的妈一样 都是这么咄咄逼人 都见不得我过几天好日子 我被他的眼神 震得不由倒退一步 爸 你在说什么呀 我明明是为你好 不想你被外人骗 他怒不可遏 似乎把对刘春兰的愤怒 也都发泄到了我头上 你把你自己搞离婚了 也非得把我搞得跟你一样 你滚 你给我滚 看着刘春兰隐晦的得意神色 我终于对我爸彻底死心 爸 每一次在外人和我之间 你都选择外人 我最后一次问你 你确定叫我滚吗 滚 好 那我再也不会回来了 我不知道 我是不是哭着离开的 只知道走出大门的那一刻 外面电闪雷鸣 倾盆大雨 呼得我眼睛都睁不开 对张豪 我似乎赢了个大满冠 可是对我爸 我好像输了个彻底 因我这边全部结束 白富美也很快地跟张豪宣布了分手 她收回了宾利 并以她竟然有私生子为由 彻底拉黑 白富美虽然是假白富美 但有钱是真有钱 拉黑张豪后 她就直接出了国 她从一个夜场服务员到如今身价几个亿 是另一个极不容易的故事 当年她被小三 为那个渣男生了个孩子 最后渣男抱着孩子出了国 将她像丢妈不一样地丢了 我闺蜜看她可怜 帮她打赢了一场艰难的跨国继承权的官司 所以这次白富美才愿意轻情出演这个角色 一方面是还我闺蜜人情 另一方面是她也曾被男人欺骗过 所以她也同情我 张豪建挽回白富美无望 又找了律师要起诉白富美追讨这521万的转账 可惜她当时微信明确发了自愿赠予这4个字 所以又怎么可能追讨得回来呢 律师建议她如果想讨回来 只能找我帮忙 只有我以追讨婚内夫妻共同财产为理由起诉 才能拿回来 可是这笔钱白富美早就转给了我 我又为什么要追讨呢 一个月后我拿到了卖出比特币后的2800万现金 又低价卖掉了婚房 拿到了400万现金 加上那520万 手里足足有了3700多万现金 我重新买了房 买了车 然后开始备考 当年为了让爸爸安心 为了让张豪可以拼事业 本科毕业后我放弃了考研 放弃了感兴趣的工作 而是考了教师资格证 去做了稳定又有社会地位的老师 虽然做老师很光荣 可是我的心中终究还是有另一个远方 四个月后 我信心满满地走出了考场 而与此同时 闺蜜给我发来了我过去30年里 伤害我最深的两个男人的消息 张豪被辞退了 不但如此 因为在外开公司飞单 被整个行业的HR封杀了 找不到工作的他 想着至少还有吴薇薇和他肚子里的孩子 结果吴薇薇看他没钱 直接去医院做了迎产手术 张豪赶到医院的时候 看到手术单上写着孕21周 那时候他还不认识吴薇薇 所以孩子根本不是他的 他一下子消沉下来 回了老家 跟所有的同事同学都断了联系 而我爸 天真的以为 刘春兰是真心要跟他过日子 拿出了自己的棺材本30万 给了刘春兰离婚 结果刘春兰带着钱 跟他老公一起跑了 我爸气得住了院 想给我打电话 却又拉不下脸 靠着护工照料挺了过来 但出院后身体大不如前 家里有亲戚过来说和 可我做不到跟他兵事前嫌 最多也只能给他请个保姆 托亲戚定期去看看 等待录取通知书的日子 我去旅游 去吃好吃的 去运动 去认识新的朋友 可一切的一切 都似乎填不满内心的空缺 他的背叛 他的背刺 似乎缠绵在我心里 闺蜜劝我说 曾经的委屈和伤痛 老天爷一定会 以另一种方式治愈你 我不知道 但开心的是 我收到了梦中情效的 录取通知书 报道那一天 我走在久违的校园里 满心欢喜 正畅想着美好的未来 背后突然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 喂 同学 我回头一看 是个清俊的男生 他笑咪咪看着我道 能不能加你个微信 我掐指一算 你五行缺男朋友 我没忍住 在阳光下大笑起来 好了 我们今天的故事 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你的观看 希望今天分享的内容 对你有所感触 尚未订阅的朋友们 别忘了点击订阅 这样我们可以每天陪伴你 让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幸福 一起慢慢变老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